It's going to be only America first America first 下达第一个命令 前辈 前辈 再前辈 也没有人可以置身事外 那么目前看起来虽然情势趋缓 但会不会只是下一波暴风雨来临前的宁静呢 今天要连线请教的是台经院的景气预测中心主任 孙敏德孙主任 主任你好 主任您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 主任我要称赞你一下 因为上一次在这个联准会宣布降息的时候 刚好遇到美中的磋商好像也落幕了 我们跟主任连线 你就预测 要小心这个川普的下一步 他随时会变脸 果真后来就宣布要加征关税 结果现在引爆呢 现在的货币大战 那么主任你来预测 那川普现在到底在想些什么 他下一步又会怎么做呢 是我想我希望我预测的不要都是坏的 好的都不太 要大乌鸦是不是 待会还 对啊 待会还准备去买一下威力财 那你在看到川普其实 上个礼拜五 美国已经宣布了说要对中国的东西 加征了3000亿的关税 然后中国在这一周开始也开始反击 刚开始是把人民币汇率直接扁破7块钱 然后接下来就宣布说不再购买美国的农产品 然后我们本来是觉得好像中方在这一年好像只是被打 好像都很少还手 大概就是说你磕我关税 我就磕你关税 可是中国买的东西又很少 也磕不了多少关税 但这次看得出来这个汇率 尤其是货币战让大家觉得感觉起来都吓了一大跳 因为当人民币大扁的时候 当天晚上美股就大跌了600点 然后这两天美国股市感觉起来震荡都非常的剧烈 所以我看到川普总统 因为我以前有讲过 美国股市的高度就决定川普的态度 美国股市越强川普越强硬 美国股市弱川普马上就会弱 所以好像又符合了我当初讲的这样一个局势 你看川普总统这两天就没有再讲什么 比较安静一点了 他最多就是把中国列入汇率操纵国名单 不过那种名单没什么意义 以前是你把他列入名单 然后你就可以去制裁他 现在你已经把人家制裁一年了 都已经把人家关税加好加满了 你再去制裁人家就没有什么意义 所以我看中国也不太在乎 你把他列入什么操纵国名单 所以我觉得川普总统这两天 应该已经透过他的管道 在跟中方在谈判 他们不需要一个台面上的 他们需要一个台面下的 私下的协商 你不要再用汇率战 我也不要在话中再继续强硬 然后我们赶快找出一个解决之道 我觉得目前看起来川普总统 因为美股这个礼拜的表现并不好 他应该会示弱 只是说双方现在面子都下不去 怎么样找到一个下台阶 现在是美中双方的当务之急 其实中方这次的出照 就是把人民币走贬之后 可以舒缓商品出口 面临的高关税的压力 可是中国用贬值来保出口 大陆用贬值来保出口 其他国家也不是笨蛋 他们也会跟进 这种货币进香贬值的过程 到底会引发什么样的连锁效应呢 我想对于美国中 现在有人说美中双方 如果都用货币贬值来刺激经济的话 或者拿来当贸易战武器的话 好像双方都有利 其实不是 因为美国它是一个比较自由的金融形态 中国大陆不是 中国大陆有外费管制 所以里面的钱 就算你知道贬值 你想逃你也逃不出来 但是美国一旦贬值 或者它这样去那个美元可能就往海外去移动了 所以每个国家在用同一种武器的时候 你要注意他们的体质不一样 用武器也不一样 所以中国在用这个货币贬值的时候 大家知道因为中国外费管制 你就算贬的你也跑不掉 所以一般人担心的资本外流 或者是什么一些其他金融问题 在中国大陆它就比较有方式去管控 那它一旦贬值以后 卖出去的东西就变 目前我们也听到坊间有一些说法说 人民币如果贬到7.4的话 那就可以抵消掉美国10%关税的压力 对 那因此就是说你贬10% 关税刚好增加10% 就没差了 就抵消掉了 对 但是其实这样子只是在讲其中的一面 另外一面不利的 是因为中国买进来的商品全部都会变贵 而且中国的金融资产等于都大贬值 那我们这些投资在人民币 或投资在中国股汇市的人不就亏惨了吗 因为你就直接扁了10% 这种情况在2015年发生过一次 大家可以去注意一下 2015年的5月到8月 人民币有一个礼拜突然扁了5% 那时候造成全球股市大跌 因为中国股市现在是全世界第二大股市 所以这个货币弹打下去 会让全世界产生一个新的恐慌 对中国来说也未必是好事 虽然表面上减轻了关税的压力 但是带来更多的后遗症 包含我刚刚说的金融资产贬值 或者是进口物价大涨 这些都是不好的 它都必须要去承受的 那老百姓呢 老百姓的荷包会不会也受伤 大家不要以为这个贸易战好像远在天边 他们打这个货币大战 跟我们有什么样关系 其实荷包会瘦下来对不对 是我想中国大陆的民众 这10年他的薪资都有快速的成长 工资每一年成长10% 但是你用日本做例子好了 日本这几年不是都用货币贬值吗 本来日元在前几年还1比75 后来先贬到100 再贬到125 然后最近是110上下 你看日元这样贬值 他的民众等于荷包就说是 我们外面的人去 我们到日本去玩会觉得很高兴 因为日本的拉面变便宜了 买东西变便宜了 可是他们的东西呢 本来不该是这么便宜的 所以对于中国大陆的民众来说 他们也必须要面临进口物价 因为中国有很多东西 自己生产是不够的 像大豆 像猪肉 这些他生产都不够 他必须要进口 像原油 现在一旦进口贵了 然后带动 那一般基层民众的生活 就会遇到很大的压力 我们知道 这两年美中贸易战 已经把中国的一些企业打跑了 失业率开始上升了 如果这个时候金资不涨 物价大涨 对他们来说 也会产生非常大生活上的压力 所以货币贬值会产生 对民众尤其是最底层的民众的压力 这个是大家可能比较不了解的 就是进口东西可能就变贵了 好如果这是一场牌局 我信用是牌局 那么到底出到现在 美中双方的首例还有王牌吗 这个货币战的后续 还可能有哪些的动作呢 我觉得双方其实 我们觉得说 你要打一定是先把一些牌 或者说一些重要的武器 早就已经该打了也打完了 不但可能说等了一年以后 再给对方致命一击 那种世代五小小说里面 可能会有这种 我觉得川普那时候 为了要压迫中国让步 我觉得他最有效的一招 也是我目前看到最有效的一招 反而不是关税 反而是对中兴跟华为的技术工作 那两招是最有用的 直接针对你重点的公司 让你的东西都卖不掉 那中方呢 我们目前看到的是汇率战 其实汇率战竟然对美股 产生这么大的杀伤力 我们之前也很难预料得到 那中方应该还有一些其他的武器 像香港他们就预测说 他们可以把美国公债给抛售掉 对抛美债 抛售掉对抛美债 但是我看美债现在一堆人抢的药 因为美国要这样洗 那美债大家就跑去买了 因为它的报酬率会比较好 所以这个时候我觉得中方 当然汇率战是其他的 另外我这两天在看日韩的贸易战 日韩的贸易战后来你发现 半导体有很多的材料 就是那个最原始的材料 也是产在中国 那这些像石墨 或者是说像一些半导体的材料 它未来如果禁止出口的话 也可以把这个全世界的局给搞乱 只是说这些都不像封锁中兴跟华为那样 一朝毕命 它必须要好几套组合拳打起来 而且我看中方老实说我也不觉得 他现在想要跟美国硬拼 拼到你死我活 我觉得双方还在等一个谈判的下台阶 只希望川普这个时候 先比如说那个3000亿先不要再刻下去 给中方一个下台阶 然后双方有一点和缓 先不要求战事扩大 我觉得这个可能是目前我们希望的一个结果 那现在哪里是资金的一个避风港呢 黄金还是债势呢 其实我去年到今年 就是建议一些人说有金的东西 我想去年也在我们节目里面讲过好几次 有金的东西都是避险的好东西 一个叫美金 一个叫黄金 所以我去年11月的时候建议 有时候去外面演讲会说黄金好像还不错 那时候才1200现在已经到1500了 但是你看最近这种风波不断 好像目前看起来还是这种跟金字有关的 金字有关的就是黄金美金 或者是台湾有些金融股 我觉得好像也不错 因为金融股大家会觉得说 那个最近经济不太好 那金融股为什么还有投资的价值 因为我们要知道现在全世界资金氾滥 货币宽松 货币宽松 我们知道这些银行或者他们这些商品 他们就可以有一些新的商品可以销售 而且我们台湾有一些金融业 他们的业务是比较保守 或者比较传统的 他们跟这种国际景气 联动性未必有这么高 所以你会发现像美国一些投资人 像巴菲特 他们有时候也蛮喜欢金融股的 因为金融股有时候也报了一大堆债券 这个时候当你的利率在降低的时候 那金融股其他比如说 光是他手上报那些债券也看起来蛮值钱 所以这个时候我很难跟各位说 什么东西是好的 因为我自己也很少投资 但是我还是说 目前可能避险用的东西 标译量大的东西 相对低点的东西 这三个要同时符合 可能是目前比较好的一个投资标的 但至于具体是什么 我们就很难去说 黄金为什么会成为大家清代的对象 就是现在国际间的不确定的变数 实在是太多了 那么台湾昨天公布了 7月的进出口的数据 哇好像也不是太理想 所以主任你观察 这个贸易战带来的不确定性 到底会不会让第三季的景气 蒙上一层阴影 甚至会不会危及到 这个经济成长率保二 我们台湾比较没有问题 我觉得现在问题 国际比较有问题 像香港 韩国 新加坡 他们的经济成长率是一个比一个差 香港有抗疫的问题 韩国现在是跟日韩贸易战打得不可开交 光是它那个三星 经济半导体少了那么多 我看韩国经济的经济也不会很好 台湾反而是有一个排商投资的效应 这个是其他大家都没有的 所以我们台湾 光是今年民间投资一直独秀 上个礼拜我们也讲过了 主任总数第二季 把经济成长率上修到2.41 其实就败这个民间投资所赐 至于您刚刚说的出口 我们现在台湾的出口基本上不求大成长 基本上不要负成长 就算不错 所以我们看到6月跟7月 刚好一个正0.5 一个负0.5 其实你不要看那个正负号 它基本上就是没有再衰退 就停在那个地方 但是你看我们其他的那些 我们旁边的几个都是出口都是负成长的 我觉得相对 我们只要第一个出口不要再衰那么多 第二个我们的投资有增加 我们今年的经济成长率保二是不会有问题 但是我还是要提醒 整个的数字是2 但在这个2之下 有人欢喜有人忧愁 欢喜的是谁 是电子产业 这一波美中贸易大战 打回来的都是电子业 因为我们有 我们台湾比较适合电子业的投资 所以电子业都跑回来 你看我们的电子出口 一直都是两位数成长 但是几家欢乐几家愁 愁的是谁 工具机 我们这两天看到工具机的一些厂商 一直在呼吁说希望那个汇率能够帮他们一点 如果情况再差的话 可能要裁员 你看今天报纸已经写出来了 然后接下来石化 橡硕胶 金属 这种比较属于传产的 反而是贸易战对他来说 目前看起来没有什么转单或者转生产 反而对他来说都是不利的 因为他的主要出口地点在中国大陆 所以这时候我们的政府要注意一下 第一个整体经济成长率保二 这个对民众可以交代了 但是我们要去注意这个二之下还有哪一些 比如说传统产业 中小企业 因为中小企业抵御外部风险能力就更差 所以这个时候电子业 其实老实说你倒不需要去关心他太多 他本来转单就很旺了 但是这时候可能应该多放一点资源 再帮助这些传统产业去度过这个难关 你让他如果一旦裁员 他那些员工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来 所以我觉得这个时候 倒不要说拿整个经济成长率保二 或者出口增长率正负动来说 我们应该去注意 这个时候比较受伤的产业或中小企业 还是要去照顾里面比较弱势的族群 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只能跟台经院景气预测中心的孙明德主任聊到这边 非常谢谢孙主任的说明 谢谢您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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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